敬拜祢 主啊祢 愛祢 榮耀 愛祢 主啊我們在祢面前 向祢獻上最深的感恩 之道明文明正 榮耀的天父 榮耀的祖父 祢是我們天上的祖父 親愛的祖父 榮耀的神 我們恭敬的來朝見祢 主啊今天晚上 是祢的晚上 主啊是為了敬拜祢的晚上 榮耀祢的晚上 是祢得勝的晚上 是在祢面做王掌權 謝謝主 榮耀歸給祢 感謝 賬美 祷告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 阿姨 最知心的朋友 主 祢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 祢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 祢是我最親愛的伴侶 我的心 我的心在天天追向著祢 渴望見到祢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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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當中的祢 不沒有花香是王子 你還何等地唱過聖堂 我心發出清堂 有了主還要什麼 和我心與主心相連 我一定只要跟隨主 永不改變 主 祢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 祢是我最知心愛的伴侶 我的心在天天追向著祢 渴望見到祢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 你的手中是在散打著我 把我帶在祢身邊 把我帶在祢身邊 靠住我當中的路 沒有花香是王子 你還何等地唱過聖堂 我心發出清堂 有了主還要什麼 把我心與主心相連 我心與主心相連 我一定只要跟隨主 永不改變 主還要什麼 有了主還要什麼 我心与主心相恋 我一直要跟随主 永不改变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生的护旋 天生的护旋 感谢你 说你是最知情的 你是最慈爱的 最信实的 荣耀的主 世界都要改变 但是永不改变 主啊我们不是要来讨人的喜悦 但讨神的喜悦 天生的护旋 主啊我们与你心相恋 亲爱的主感谢你 我们要跟随你 永不改变 跟随你永不改变 谢谢主 有了主还要什么 我心与主心相恋 我一直要跟随主 永不改变 感谢主 那我们要回给你 我们下一首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主将领的大荣光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主将领的大荣光 谢谢主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主将领的大荣光 他正踏进一切 不良不到 时光已现场 他已走出他的无间 化出闪闪的光芒 神灵正在进行 荣耀荣耀 祂今一切不良不道时光已现场 祂已抽出祂的怒见 化出深深的光芒 真理真在进行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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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真在进行 基督强生与犹太地 非离正如快和王 在祂心里没有荣光 使我们改变像祂 祂舍命是世人神 我也愿舍及救人 真神正在进行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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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神正在进行 荣耀 荣耀 哈利路亚 荣耀 荣耀 哈利路亚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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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護神 我真是把荣耀归給你 你是何等荣耀 何等荣耀 全地萬物都是你所造的 萬物都是你所造的 都是為你而存在的 謝謝主 我們的生命是為你而存在的 謝謝主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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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荣耀 今天晚上陷在你的面前 求聖靈請出的工作 感謝 祷告 奉主 耶穌基督得色明 阿們 我們請坐 請坐 好 我先坐一點 今天還能開 多久 先有一個 做介紹 做介紹一下 也是帶動 好 讓我們互相認識一下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蔣耀 把他留在最後 因為大哥級的人 很特殊 等一下我們要特別來介紹蔣耀 我是洪 德 洪 洪 洪洪洪的洪 道德的德 或是德國的德 也是洪洪洪的洪 就是那個寶蓋洪 我是國外出生的 我到現在 生七歲的時候就開始培養我 我十九歲就回到祖國了 我第一次上過的眼淚都掉下來 你哪裡出生 我的出生地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有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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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給我好巧跟你一樣 來分享 還沒有好巧 然後呢 我沒有想到我會 念聖經解念 我原本是念台北科大 念幾科 神真的很奇妙 我剛才還跟我們姊妹 還跟我們小朋友的分享 我們校長說 他會無種野言 可是神給我的超過我們的校長 Hallelujah Amen Amen 好 還有我們來 來 前姊妹 大家好 我是錢 錢運酒姐妹 錢是金錢的錢 運就是 我們票的運日超的運 酒就是我們中國數字那個大寫的酒 我們去銀行寫九千萬年的酒 感謝主 我在學生時代 就蒙如神的恩典 覺得最虧欠的是神 千言萬語 不知道怎麼從何說起 還是說 那是虧欠神 好 我補充 今天他是來參加那個 約書雅祖的背聖經比賽 那麼去年2014年的冠軍呢 就是他的先生 所以今年呢 今天這個參加我們沒有 今天要來參加 我們今天要來參加 去年是他的 劉德昌弟兄是他的先生 那因為呢 本來我們那個 Jungel他就是要照顧孫子 所以一直都不能來 那今天呢 就把孫子帶來 也順便來參加背景比賽 你可以看到他們夫妻兩個人 都很不得了的 試看看就知道 來 世強 我是台北基督徒教會的弟兄 那我就要戴世強 就是趙世強的世強 來 小玉 小玉 小玉還在後面 我剛剛想 怎麼轉個身看不見 大家好 我是小玉 我姓陳 小玉就是那個 耶和華小玉 摩西的小玉 那我是那個 德語的通風 是加拿的通風 謝謝 思想以後的英文叫摩西好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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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夏連 可泰天堂 不用客 謝謝來 我同源 我是榮源 是張 我是德語的同人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來介紹講員 等一下給予人 謝謝 好 那接著講之前先給我們會計師 好,謝謝主持人 他又從中立來了 今天人特別沒有到齊,沒有關係 我們主要不是看神 我覺得我們做任何事情 我們是看神 神要不要我們做 神的帶領 那我這幾天有一個領獸 各位講一下 那個 神非常的奇妙 那上帝的話語 是奇妙中的奇妙 那神的話語會帶給我們很厲害的 祂能夠保守我們的心 祂能夠保守一切 我們在任何時間 叫神的話在我們裡面OK 所以你就沒有攔阻 只往前行 我說我們人 人的心思會很多 一下這個一下那個 所以感謝主 那我今天神一直在工作 那天我看到他國度無情報 我覺得很感動 我說神開始在工作 你看 這國度無情報 一做的報紙 有三個地方就講了 我們的工作 其實我們做了很小的事情 第一個他講到MPO的筷子手舍 MPO筷子手舍 這也是神功做 我說實在 我們這 他這個是 我們沒有護一毛錢 幫我們做這個 13350 這個MPO的筷子手舍 一毛錢沒護 他就抱我們燈了 他不曉得怎麼會是抱我們燈 我問他 問他工業平台說你們護錢 他說沒有啊 我從來沒有 他覺得說這個對教育是有幫助的 而且還有背聖經的 對對對 那一週的報紙 我們做了很小的事 但是三個地方都抱著我們 一個是我們的背中聖經 那個 都在這裡面 我們這個 冠軍 這個整個季冠軍 每個都在這裡面 一個是 他來裝扮我們1335的會計原則 這個在財務會計原則 雖然我們做的是文不主導 你看我們近代幾個人 文不主導的事情 但是神看重是會很重要的 我覺得神看重 神說重要就是重要 不是人說重要 不是一定人多就重要 神說重要我們就重要 感謝主 那在很多事情上面 都不是人可以做的 上帝的工作 我最近在想通了 我以為是有時候 因為我們早上都有陳慧 早上那個陳慧 我只看小一槍我沒有來 我就會生氣 一落沒來 我就會生氣 我說怎麼考的 怎麼會這樣子 神這麼重要 怎麼可以這樣 後來想考的 這是上帝的事 你改變不了任何人 就是你家裡的人也一樣 這是上帝的動作 神要他 這個轉變就轉變 神要他怎麼做 這是上帝的事 我不要只管那麼多 我也想通了 那我覺得 像我們這些同工女生 我就那也怎麼搞的 那還能表現的 不是我那麼 覺得那麼好 你想 或是怎麼樣 我現在想通了 這是上帝的事 不是我能夠左右 為什麼呢 他們沒有信主 能夠這樣就不得了 我說實在 如果我沒有信主 比他更差多了 我說實在 我沒有信主 我沒有那麼差的 但是我現在 會比他們都好 因為我信主 我有全力的上帝 這就差別在這邊 我有神 因為他們 神說 起初 神用第三個程度 找人 並將生氣 全他的鼻孔裡 他是什麼有靈的活人 如果沒有靈的話 你就沒辦法了 你就只有露體 一直會把我當地道 很多問題 幫我幫你 這是 我叫 我在聚會 哪裡 我在聚會 是 你哪裡 聖母大學 我再給你電話 我再聚會 謝謝 拜拜 好好 ok 好好 ok 明天再給你電話 謝謝 明天給你電話 好 好 所以感謝主 你看 余歌超 你看看 這個是 上帝的話 他不是靠勢力才能 不是很有學問 因為他說很有學問 不一定 對不對 你看你不一定說很有學問 但是神的 你看那個 但是想說很有學問 有 看他比較有一點學問 怎麼看的啊 但是也不是靠學問 不是靠 不是靠勢力 不是靠勇力 靠勇化的靈觀認真事 我想想通了 我想通了 有神的靈就有辦法 是 沒有神的靈就沒辦法 你公平我 好 感謝主 所以我今天 一個引言就是說怎麼樣 我們大家一起 來 好 一起把握這個 警惟 把上帝的話 刻在心板上 讓我們每天 我們每個禮拜 都有生命跟生活講座 生命 影響生命 傳承 以後大家就會來分享 我看那個誰啊 前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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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很有生命的人 我跟你講 有生命的人 你聽幾句話就知道他 沒有 你信不信 你一聽幾句話就知道 有沒有生命 靈裡面會通的 你一看聽幾句就差不多了 但是想也是有生命 你一聽就知道 有沒有生命 差不多都可以知道 好 那這個是 那個 裝不來 畢裂 你會很 靈裡面會感覺出來 是OK 有沒有生命 是沒有活潑的生命 還是 畢色的生命 就是沒有 沒有的可能 還是活潑飄搖 的生命 你看就知道 或者就是說 靈裡面會感覺出來 好 所以感謝主 這是我們 我相信我們 的代理出來 所以我覺得 非常高興 那個 我們可以再做這個 很小的事實上 它是神使用 這都是很怪 那個論壇報也登 這個也登 那個也登的東西 好 那他們就是覺得 看重了 白天他可以跑來 跑來裝潢 那 那個 可明他們也跟他 他們說 欸 那我們以後可以其實可以 在Jiant電台 我們可以來分享一下 甚至於 GOOTV也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想說慢慢可以來 這推動 GOOTV那個鄭國生也是跟我講說 欸 你們聯賽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節目 但是我們去年沒有辦法 他批也本而來 那就沒有辦法 今年我們就看看 實機成熟的時候 我覺得不一定成立的問題 可是實機成熟 上帝有他的台名 我想那個 像那個盧德昌 都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都是好 感謝主 我覺得可以分享 拋裝引玉 那我想說神會帶領 很奇妙的事 在我們當中 我們看重 我們所做的 那我覺得我們是非常幸福的 我們抓到神 你有神的 這太幸福了 幸福沒法都不得了 Amen Amen 太幸福了 太幸福太美妙了 我們只證明有神 有些人是沒有神 很可憐 我給他擋告 就是我來幫助他們 謝謝主 我們今天要把時間教育靠明 來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會計師 其實 貝聖經的運動 真的是不斷地要把它帶起來 那今年我們會慢慢發喊到教會去 希望他們來參與 那今年有一些過去的熟悉口 因為我們在三年前 辦這個貝聖經比賽 一百多人參加 那評審頻道 這個已經都花掉 那現在呢 我們這個新的年度重新來 那我們有分了四個組 加樂組 約束家組 三個組 跟薩波爾組 那麼最主要呢 約束家組呢 小薩也可以來挑戰 加樂組也可以來做我們那個報名 那個約束家組 那 最主要加樂組呢 是一定六十五歲以上的人 互相比小薩也是 但是他們可以跨組 但約束家組不能跨組 對 不能跨組 那所以今年我們就是為了 讓小小孩跟大小 比較我們成人的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保障機會 所以我們有這樣些許的改變 那希望今年跟去年一樣 從頭到末了 我們有始有終 讓我們在組裡面做一個中心 而且真的是不管多少人 也網路發送 很多人都知道 加南國度這個平台 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太多人知道這個地方 所以講員都很樂意來 雖然來看到幾個人 可是每次分享都是非常的精彩 那今天也是精彩人生 人生精彩 那事實上這個人生精彩 你說是彩色的嗎 不一定 因為過程是黑白 而且是非常的幽暗 那幽暗到什麼地步呢 等一下講員就會分享 那講員呢 是韓國華僑 那麼他自己本身是很特殊 因為他本身家族都是非常的愛主 然後他自己本身也是很追求 可是追求過程當中 人生就是這樣 真的不叫我們預見試探 預見試探整個就是出狀況 那這個試探真的是 讓我聽了之後非常訝異 怎麼會是這樣 因為我認識他不是這樣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教會裡面查經 是他在帶什麼 帶請示錄 從那之後呢 我果然請示錄了 沒了 沒在那個教會聚會 那那個沒在教區 我永遠印象很深 我們這個少哥 他跟我同年 可能小一點點而已 這個少哥呢 真的是很願意查經 很願意帶小組 那怎麼到後來 那個樣子呢 不入歧途 然後呢 讓今天的太太 流了很多眼淚 他怎麼會這樣 這個早知道 過去 數落他幾下 可是不用我們人數落 上帝的事情 他現在呢 也真的做很多 侍奉的工作 從旁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覺得神會大大使用它 果然是 那怎麼使用呢 現在怎樣成為 很多人見證呢 因為很多教會 在邀請他們去分享 人怎樣遇到經濟的困境 遇到家庭的婚姻的困境 重新整個再來 我想今天這樣的一個情形 是絕對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 那我們就邀請我們 邵哥 還有我們麒麟 來跟我分享 請華戰 請華戰 哈哈哈哈 你可以坐著 你可以坐著 你們可以坐著 我說不曉得 他們有兩個人會 你大提 我想你也先好了 幾位看看是怎麼樣的彌補 他們的歷程是非常令人感動的 好 來我們掌聲歡迎 感謝在你們聽話 感謝神 其實我能站在這邊就是個奇蹟 按道理來講 我早該應該死掉了 對 因為我從小在基督的教練長大 對 我目前是在那個光復南路 一百年二號我那個生命和基督教會聚會 我整個人活過來 也是那教會的牧師翁禮君 主任牧師還有他的師母 石翠翠老師 他們兩個的功勞 讓我整個人人生有所轉變 因為那個教會的包容 讓我重新找回到愛 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帶領 我找到了我的帶領 雖然結婚二十九年之前都不知道 怎麼去跟他表達 因為那兩個 就是翁禮君牧師跟石翠翠老師 他們兩個的苦苦苦心的帶領 我才發現 最棒的女人竟然在我旁邊 因為我本身有一個很不好的紀錄 就是刷光了十六張吸引卡 十六張 大大小小十六張 因為其實我從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都還好 應該是來台灣吧 就是我 因為韓國的習慣就是 哥哥講話地底不准反抗 在學校也是學長講話 學弟不准反抗 都是那種形式在生活 在家裡講什麼 就是一句話你懂什麼 可是他們講的是無意 那麼他們不曉得我受傷 然後來了台灣呢 沒人管啊 管我的人都不在啦 我就開始 搞怪嘛 應該從初中就開始搞怪了 因為管得住我的人常常不在我身邊 就是我大姐 現在他們在澳洲不問 她在我就最怪 因為全家人只有她不打我 她是用愛的 我不管我多混多壞 她總是用愛的方式來管我 因為她是最大我是最小 後來都來台灣就沒人管我就開始 其實在韓國那段時間 青少年的時候 已經接觸了很多不好的地方 比如夜店啊 酒店啊 就是 有些不該去的地方啊 我都會去 可以這樣說吧 男人去過的地方我都會去過吧 那種 客人玩的都不會很開心 每次我犯罪的時候 腦袋裡面總是有兩個綠在那邊 一個說可以 一個說不可以 一個說不可以 一個說可以 一個說不可以 從事就這樣 我覺得 今天我們就要我來分享 我不知道要分享什麼 因為 指真正一件事情 上帝他沒有放棄我 主要就沒有上帝 應該主要是 我在小的時候 我媽媽幫我奉獻的上帝 從小就被傷 就蓋了個帳 對 因為我在他們心目中 永遠都是那個 最頑皮的 小寶貝 因為我摘了老腰的 來了台灣 就是遇到很多事情 我之前在 跟我們可明哥在 台北盛高達 對在那邊認識 在那邊都還好 就是我這個人的毛病 耳根就比較軟 那結了婚以後 被太太念兩句 就心裡不爽 媽媽也不了解 太太也不了解 所以 就不會早出路 就是 早晚你遇到一些朋友 啊 就開始吃啊 酒店啊 慢慢去接觸這種 當然 過程當中 講的話 應該時間沒那麼長 因為本來我是 有家 不用買 不用貸款 不用租房子 有車子 你真的無子登科 我都有啊 就是 朋友的一句話吧 那個酒 聖經裡講酒是好的 可是 在屬世來講 酒用錯地方的話 真是要命 你平常喝還好 只要你去到酒店 只有兩個字 完蛋 尤其是基督徒 當然這段時間 我之前 剛開始第一張卡 就是 我記得是花旗的吧 在修車的時候 那時候還要 只是買工具而已 後來就是那些朋友 就是 台灣的一種風俗 就是 修車的黑手 沒事就是去 喝酒 或者就是 找季女 他們的嗜好就是這樣 我就慢慢被感染到 這樣子 我就背著 就是到後來 就欠佳人的時間 應該是 我自己 也想不開 然後 車子去開夜班 因為很多提醒說 晚上12點到3點 基督徒 不應該在外面 應該在家 因為他們那時候 魔鬼最招控的時間 對 12點到3點 我就不信 我就晚上就開計程車 因為 我在白天上班的時候 覺得很多人會念 教會師母也念 回到家 太太心情不好也會跟我碎碎念 媽媽心情不好也跟我念 我就會很煩 反正教會受了傷我就離開了 那時候革命離開以後 一段時間 在教會師父娘離開 我就決定 啊 我開夜班 我教會不去了 因為我今天開 一開早班的話 我白天可以去聚會啊 去教會的 我不管 換到哪裡去 一開夜班 中了魔鬼的計 就是馬上有朋友說 那時候我叫智東不叫寶龍 東哥 我酒店 我有認識的朋友 酒店副理 副總 他們小姐很好很好 怎麼說 我覺得應該不應該碰吧 我是氣不吐 可是 當天晚上回家 不知道我什麼事 跟太太有點衝突 然後跟媽媽媽媽媽那邊 也不高興 我剛才出去算了 一出去 第一個觀點 去打掉往底邊 一打 剛好 一進到酒店 從此就 對 就會很慘 是啊 酒店小姐那種方式 我說她幹的是錢吧 是吧 我是刷卡 一張一張刷 反正我有房子 我就背著家人 拿去辦卡 很好辦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十年前嘛 只要有房子的那個 引一張給她 卡馬上就下來了 而且額度很高 就這樣子 刷刷刷刷刷刷 反正 踢到鐵板了 我就把債務丟給她 我卡幫我付付款 我沒辦法付款 就把債務丟給她 好 好了大概 一兩個禮拜 看著外面借錢的廣告 心又癢癢又去借 就這樣子 應該是 最慘的時候 是應該進酒店那段時間 不到兩年 債務從 一兩百萬 指標到一千多萬 嗯 那進酒店債務就指標上去 後來我才知道 我們家最苦的是 我們家一個月 全家補到四萬 她一個月要付出二十五萬 我也不知道她怎麼付 一個月要付出二十五萬 我還在那裡最深夢醒 教會打死我過去 她去教會被我罵 她酷的帶兒子去禱告 就是現在那個生命的教會 她帶兒子去禱告 每次出門被罵得很難聽 留著也沒去禱告 留著也沒去禱告 然後她到禱告店的時間 就是我最爛的那段時間 整天炮酒店 每天都不開車 終於是二零零四年 就有一天她把 教會地址丟給我 她說 爸爸來教會 第一次要我的時候 我們教會 教會之前在搜國後面很小 她叫我去 我說搜國後面不好停車 我不去 常常說不要煩 後來她說 教會搬家 哇 好了搬家我就去 在台市那裡 在華市 在華市 對 剛才在那個 現在的那個大安長老教會 那時候我爸還叫 被她叫煩 好了好了我去了我去了 我覺得 我覺得說我去 這段 這句話應該是被耶穌聽到了吧 嗯 這是二零零四年的第一個禮拜 那個是 聖明和半道大交第一個禮拜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上帝很幽默 我看到在教會一直在這 我不敢下去 嗯 我不敢下去 我覺得我很髒 不敢下去 後來 我覺得那個聖明 我確定那是上帝的聖明 他有點不耐煩 他說你給我乖乖停車 給我下去 我車子裡就是沒人 對啊 我就乖乖停車下去 那個景象就是 我一上去就有個紙面在上面 我說請問今天有聚會嗎 看到我他說有 馬上就 馬上就看到強盜一樣 馬上跑道 沒有人敢跟我講話 嗯 因為那時候臉像 臉像就像那個死刑犯 快要被槍斃的那種 臉 沒什麼血色 因為滿臉都是仇恨 怨恨 都是恨那種 因為臉是整個人是歪一邊 嗯 對 然後我下一個很好玩就是 因為之前長老教會的那個教會是 就是中文木頭語怎麼一排一排一排 一排 活住到最後面 一坐 好像屁股坐到丁擺一點 馬上市民出來 你不配你出去 上帝不會要你的 嗯 那整天跑 整天吃荒瓢子 你上帝怎麼會要 嗯 出去了出去了 你要跟他出去死死算 這聲音很大 就你出去死一死算 嗯 我覺得答應上帝來了 他也知道我來了 只有他知道我來 嗯 我會不會那個時候也是 跟上帝說 上帝我來了喔 我又給你交差了 我來教會了 我起來 準備要出去 瞭解我自己 可是前面就有一個女士站起來 他就這樣子招招手 他沒講話喔 招一招就這樣子而已 這樣做一下 我一做做到現在 那個人就是我們教會的聖母 十歲了 他救了這條命 我也很奇妙 就那時候就是 開始進教會 因為我已經沒辦法了 債務已經 銀行的卡已經刷到 千萬 其實我還好 不是刷爆了 卡已經刷滿了 額都沒辦法再給你刷 已經踢到鐵板 地下錢莊也逼得緊 可是我還有個出路 車子可以去盪 每次新車一盪十萬 拿到手上八萬五 他先拿一萬五下來 地下錢莊的 他們的戒法是這 我覺得 正在那個教會裡面 慢慢的被牧師教 被施魔管 他們兩個在我人生中 是一個黑靈和白靈 對 因為 我們那個翁牧師 他把我管得特別嚴 當我受不了的時候 我們師母就會 出來安慰 奇妙的這段時間 就是讓我能夠 願意 降伏在上帝面前 主要的最大的力量 我想最大的功勞 就是我們的十句話牧師 對 我不想聖靈給他什麼感動 他有一次跟我講 就說 有一天他禱告 聖靈跟他說 你們教會來一個人 他是誰的先生 他做過什麼壞事 他現在情況怎麼樣 你負責管他 聖靈跟他講了以後 沒有多久我就出現在教會 從此就被他盯上了 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有好多時間我想逃避 還是想逃 因為受不了 因為裡面整個應該是被 我們應該是被聖靈充滿吧 不過裡面是被邪靈充滿 完全都是那種負面思想 你是想逃避想自殺 對 慢慢慢慢慢慢歹到現在 這條命保住了 然後也發現 我居然是全身最幸福的男人 對 因為有一個了不起的老婆 雖然現在有的時候 還會跟他 覺得他 有一點廣闊的太嚴 我們這樣沒有他真的是 應該我應該不在這邊 早上會死掉 他因為有一天祷告上一個人說 上帝愛他的原因就是說 他也是持守 跟上帝的承諾 不管家裡多苦 十一風險 他一定會守到 他的那個 十一風險金額 不管家裡有沒有錢 該給上帝 他一定給上帝 上帝的看重他這一點 對 所以 我覺得 這個耶穌正好 因著 其實我真的是到一個地步就是說 全家人都不要理我這個弟弟 很怕我接我電話 接電話第一件事 借錢 嗯 借錢就是埋怨他 借錢 所以姐姐都不敢接我電話 其實跟我感情最不好的是我二姐 她的恨鐵不成功 她的恨鐵不成功 我回教會以後都打電話給她 我二姐 她說你幹嘛打電話來 我沒有 我只是跟妳講我回教會 我覺得那段時間 大概十一秒鐘她沒講話 不知道她哭了 我覺得她也是很驚訝 她的弟怎麼可能會回教會 不可能呢 整間泡酒店 跟流氓 那次我混在一起 對 回到家就全身酒味 兒子跟我也是 三自盡相像的 老爸沒有什麼好把門 然後台灣又再打電話給澳洲 我媽媽跟我姐姐 全部都哭 沒多久她們每個人都衝到台灣來 她們要看看哪一個師母那麼厲害 把這個混球能夠管得住 他們都來看 都來看 最後我要講一下我跟我太太的關係 因為我跟她不是戀愛結婚 對 應該是奉長之名結婚的吧 終於有個疙瘩 應該在2008年那個時候也是 因為我這個沒有人講話對象 講話對象只有上帝 有一天上帝跟我說 你愛妳太太好不好 我都不愛 我不一樣 她說你們結婚的是有宣誓啊 我說有啊 那我算數啊 你照面的訓練宣誓啊 你愛她 可是跟上帝 如了很久 他說上帝跟我說 你不愛她 我也不愛妳 當然上帝很不愛我 他知道我 他想用這一招來制服我 我說好 我愛她 去叫我兒子 回去 從來沒有叫我爸爸的兒子 爸爸你回來了 我怎麼傻在妳 這1500多萬的債 不知道怎麼欠的 也不知道他怎麼還的 我都活在這邊 我都活在這邊 當然現在 上帝也在用我們家 去服侍一些路線 當然最精彩的應該是 需要她來講 沒有她這個人就不在這裡 我今天特別穿這個衣服 兒子買的 不可能買 這一件衣服 台幣五千多塊 人民幣一千多塊 兒子買 從前沒有父親 兒子什麼 都不能講 因為我願意愛她 願意跟太太低頭 上帝也會改變 我跟我兒子的關係 他給我東西不算很多 不夠 很感謝神 知道在這十年裡面 讓我跟上帝的關係 更有幾年 我最喜歡的歌 就是那首歌 我最新的朋友 讓我跟她更知道 她跟我講話 更知道她跟我講話 我覺得 我既能在這門 我能見證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 上帝不會從來不會看我從前怎麼樣 只看你現在要不要跟她 只要願意 隨時都來得及 對 我跟她結婚二十九年 沒有給她過過好兒子 到現在 雖然現在沒債人 雖然現在沒債人 可是我們經濟還是 房子是住的 家裡的開銷都有她在附近 剩下時間給她 那個我跟 那個保羅 少弟兄 大概是二十幾年沒見了 看到跟以前一樣 謝叔 因為在清旋的時候 突然間看到那個 麒麟 你看她一樣 神采依舊 因為他們是很愛 這個家體是愛主的 那個姐姐 他們都太大 優秀 這個家族非常非常優秀 那也是很令人羨慕 看他們以前都很好 可是突然間 麒麟跟我講說 我家出很大很大狀況 那個少哥不再是以前的少哥 怎麼可能 那所以剛剛的分享 我那時候也很訝異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時間交給麒麟 來分享 感謝主看到妳 又一樣跟如喜一樣恩愛 我們過程很辛苦 因為她好像變成一個很凶神二殺的臉 今天看來是跟以前一樣帥哥的臉 來 來我們掌聲歡迎 這樣她講見證 聽到的人啊 都會說 我若是妳的話 就怎樣 我早就拿刀子把它砍 砍幾塊 然後把它埋在圖裡面當肥料 但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那麼傻 還一路幫著她 或者是說 一直成為她的幫助 對 很多人一聽到我的 一聽到上次在那個 好消息頻道 這幾部落格 這樣子被我 就是我們兩個人在台上 然後被李金玉小姐訪問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是受第二次傷害 就像她剛剛所說的 就說 我想說我已經為妳做很多了 然後她又在那個錄影的當中說 她不愛我的時候 我想說啊 怎麼會這樣啊 心裡面就覺得 哎呀我真的 是不是壓錯了 那個壓錯了 就是我僅有的東西是不是壓錯了 對 後來直到後來她慢慢講 講出說 為什麼 上帝跟她之間的那種的摔跤的時候 她願意順服之後 帶下來的是 我那天真的 我真的很訝異她 我那天 因為她們父子關係不是很好 那我就是默默的做 默默的做 我就禱告 然後默默的做獨金 我就一直跟神 一直抓住神 然後我就那天回到家 她剛剛她承認她 她說她愛我的時候 上帝就愛她 當然 然後我就回到家之後 就發現 欸我們家以前是 互相看不順眼 然後兩個人就會 他們就會吵架的 你知道那種家裡面的那種不和 我那天回到家想說 欸怎麼那麼安靜 怎麼都沒聲音 原來是她那天早上發生了 就是她跟神之間 又再一次的約定的那種的 好我剛剛有提到一個 就是說 我那時候 就是很多人聽到她的見證 都會覺得說 欸我怎麼會是這樣 我若是你的話 我早就不跟了 或者是早就把她怎麼樣 處理掉了 或是什麼 可是我那時候是想到的 就是說 我今天我到底存的是什麼 我今天所相信的就是 我是有信仰的人 我從小到大 我從小在長老會長大的 所以我的阿公 我的阿公是長老 所以他從小就把我 我從小就把我帶到教會去 所以我們家都是在教會裡面長大 所以信仰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真實的 但是你說我跟他有沒有關係 欸好像沒關係 但是呢 我還是會去守主日 我該禱告的我還是禱告 我該讀經的我還是讀經 但是我跟上帝之間 也沒有那麼親密到一個那麼地步 但是後來我就 我也覺得我自己很行 你知道我很行的是什麼 因為我是學商的 當然不能夠在會計師的面前 說我多麼怎麼樣 對 我只是說我學商的 但是我沒有任何的志向說 我要賺大錢 我要多有錢 我只要我的一生當中 我只要很平順的過日子就好了 那我的孩子乖乖的長大 然後我先生乖乖的在我旁邊 然後我們就全家和樂 這是我的一生的願望 我不要多大的錢 因為我們家也不是很富有 我爸爸在開洗衣店 媽媽就一直一直陪著爸爸 我爸爸在他大概50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所以我媽媽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是一個很勤儉的人 我不會對自己多花一點錢 所以你看我全身都是恩典 都是恩典 然後神很奇妙 就是祂透過環境祂來破碎我 因為我覺得我的一生當中我沒有任何的志向說 我一定要賺大錢 我一定要爬到多高 所以但是我覺得我只要這樣就好了 其實我是可以的 真的我是可以的 我可以存錢 你知道有一次 這樣講的他曝光了 因為他不知道的事情 是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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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的事情 出去玩一下 你知道 怎麼叫曝光你知道嗎 就是我很會存錢 你知道那種古時候 不是古時候 我們那個年代都是跟會 我媽媽也是跟會 所以呢 我們媽媽就是有多少錢 她就跟多少 我們不會去玩股票 因為我們媽媽沒有教我們玩股票 對 然後我們就是跟會 跟跟跟跟 然後我一個月也不到 因為那時候我在基督教 對我現在還在基督教機構上班 薪水非常少 幾千塊而已 然後現在也不到 也不到三萬塊 對啦 扣一扣完之後 也不到三萬 可是我就是要這樣子 持家這樣 然後 後來 對 然後我就是跟會 你知道有一天 我就是很省 我那時候兩個小孩很小 我就不會去搭計程車 我一定是坐公車的 到哪裡我就 然後背一個 帶一個 就這樣我生兩個 然後就這樣子 就是坐公車 有一次我就開始在想 哇 感謝主委 我有兩個會 到時候把它標起來 因為我都很喜歡等到最後 標起來之後 好啊 我百萬富翁 真的 真的兩個會 可以百萬富翁 那時候的年代 百萬富翁 真的 我還是不敢搭計程車 後來呢 我就覺得 我終於變成百萬富翁了 超棒的 但是我還是很省 那我怎麼知道 可是我存錢 我不敢跟他講 可是他那時候就已經在 已經在花 我忘記是他已經花了 還是我就 那時候我就想到 啊 我在過幾個月之後 我就變成百萬富翁了 沒想到 他花錢的速度 比我存錢的速度 快點 還不夠 還不夠 對 千萬百萬 真的還不夠 那我這個人又是很死心眼 就是說 我會覺得 我就是存小錢 但是我存的速度 比不上他的花錢的速度 嗯 對 那後來說 怎麼樣還的呢 其實我就是很傻 我就是跟自己講說 好我就是 不吃 好早上我不要吃 就省那個三十塊 哎呦 怎麼會有那麼笨的人啊 真的 我那時候想到 但是後來又禁食 禁食 怎麼禁食 那時候不會禁食禱告啦 那時候沒有教導這個禁食禱告 對 那你說 後來我才發現 聖經裡面常跟我講 他說你要愛人如己 你一定要先愛自己 才有辦法去愛人 你若是不愛自己 你怎麼去愛人呢 所以那個是 那時候後來我才領悟到說 原來是 你要先愛自己 但是愛自己不是說 我去揮霍 我去花大錢 才是愛自己 你要先愛自己 肯定自己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愛那個 不可愛的人 才有辦法這樣 對 然後 後來就慢慢的 我從聖經裡面 就慢慢的去找到一些答案 因為從小到大 信仰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對 在德國有一個 有一個神學家 叫做潘霍華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 信心的賭注 就是把一切都壓在神的信實上 我說 你說我有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 我只是小小的願望 全家和樂平安度過 然後就到建築面 這樣就好了 可是 可是我那時候就說 這個還好有信仰 所以我就把僅存的那個信仰 我已經沒錢了 我已經沒房子了 我把僅存的一個信仰 你說夫妻感情好不好 其實也不好 還好我們是奉 我還本來以為他愛我咧 原來是奉 兄姐之命結婚的 對 然後你看這個又是他爆料 所以你看 所以我就是把我僅存的這樣一個信仰 再次的放在神的面前 我把它壓在神的信實上 在聖經裡面有說過 只要耶穌所說的應許 不論大或小 在他裡面都是是的 都是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想說 你要讓我看見 你要怎麼樣 可是在神說 在我的面 我說的算話 我說有就有 命力就力 這是神所說的一切的話語 所以我就把我的信心 怎麼樣慢慢的上來 就是我把我僅存的那個 就是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壓在神的信實上 所以他剛剛他也有 所以你說人生有很多賭注 一定有很多賭注 我已經壓在 我要娶個好太太 我要交了好的女朋友 很聽我的話怎麼樣 那我怎麼知道我竟然壓錯 但是如果是沒有神介入的話 我們家也沒有辦法能夠起來 對 所以我剛剛也提到說 我是自認為我是一個精打細算的 但是我不是精打細算說 我一定要去千萬富翁 或是有什麼樣的名利都沒有 我是一個很平穩的人 就這樣過了 然後呢 就有一次我在跟我同事在聊天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聊到說 我先生好像有點怪怪的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聊 就聊聊聊 就覺得他怪怪的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怎麼樣 就做了一個結論就說 好你去地震事務所查他的資料 然後我講說好 就去地震事務所查他資料 沒想到我隔一天去查他資料的時候 就發現 就發現他那個拿去抵押了 對 他上面就會寫說房子 然後以抵押什麼的 然後金額就會出來 然後我想說 然後我就從那個樓上 從那個地震事務所下來 我就開始一路哭 我說我好假的 我的人生怎麼突然變成這樣 好像我沒有任何的色彩 可是突然又變成掉到那種 更黑的那種情況底下的時候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後來呢 我就當天晚上 我說好 那我們就來當面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我就跟他講說 你真的很有本事 你還把家裡的房子拿去貸款 他說哪有 然後他還罵我 他說 喔 你哪有 沒有 他不會講台灣話 你怎麼還派那個真信社去調查我 我心裡面的偷笑說 我根本不需要貸不用真信社 我們就只要去有個嘗試 去那個地震事務所去查他資料就好了 他就是不承認 那我的個性是這樣 你不承認我也不會緊緊的逼著你 一定要說出那個答案 然後他就是不承認就是不承認 那我想說好那就算了 反正我也不想要再怎麼樣撕破裡 我想說好 反正我有證據嘛 那我想說好沒關係 房貸 那我就 我有打電話去花旗問 說大概要怎麼付怎麼付 他就說這個 那我想一想好 我的薪水也不多 那我們就把這個錢全部都放在那個房貸上面 就這樣 突然間 兩個月過後 他又丟了兩張卡片給我 他說給你 我說做什麼 因為我真的不會去申請信用卡 他說幫我還 我說為什麼要還 他說我花掉了 我沒有辦法還 你知道那兩張卡片多少 九十萬 我們房貸四百多萬 九十萬 就丟給我 我整個人都傻眼了 我說那我怎麼辦 所以我就找人的方法 我第一個一定是想到我的朋友 我朋友有幾個都很有錢 就是長老會 長老會很有錢嘛對不對 就真的很有錢 然後我就趕快去找他們 他們說其實對不起啊 我們家 我的錢都在我先生那邊 那不能不能怎樣 後來我就真的 我就覺得 主啊我真的手頭無路了 你說叫我去死 我也沒有那個膽量 當然每個人遇到問題一定是好 我就一走了之 這個是最好的一個解脫嘛 這個一定是這樣的 然後後來呢 我就真的 反正我以前的臉就是這樣 憂愁啦 就很憂愁 我不是很開心的人 所以你說喜怒哀樂 我也會在臉上顯現這樣 對 後來就碰到一個 我的同事 他就跟我講說 他也一路看過我 嫁到他們家很辛苦啊 帶兩個孩子啊 然後跟公公婆婆住啊 然後有一些些的那種 你知道嗎 一定會有婆媳問題 不可能沒有的 對然後 當然他也是處於中間者 所以他也是很困難 所以他就跟我說 他說阿奇琳 我覺得看你很辛苦 那這樣好了 只要 他說他 他說只要我的定存到期 我一定全部領出來 我幫你 然後我說好 我說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啊 整個石頭就往下掉 掉了之後呢 然後就有一個朋友 就有一個教會的姐妹就說 要告訴你 我帶你去找一個牧師 為你禱告 我想說 不用不用我 我這個人最怕麻煩 我自己一個人可以躺起來 我就自己躺起來了 你說我會禱告 我也會禱告 但是你就叫我說 再去找別人幫忙 我是不想的 然後後來他說 喔 你們牧師也沒空 我說喔那最好了 後來那個事情解決了 九十萬先解決了 因為那個時候算是 貨債沒燒 一定要把它解決掉 報告三張卡 不是要兩張卡 喔 三張卡 好 兩張卡 不可能 好 就這樣 不知道幾張 那我要改 改我的草稿 好 然後後來就 就 他就幫我 那這個事情就只有我 他 我跟他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 然後後來 那個姊妹就說 欸我已經幫你約好牧師了 他說我帶你去 我想說 喔好嗎 那他就帶我去 去的時候呢 那個牧師就是我們現在 我現在聚會的地方的牧師 就是翁 翁禹君長老 對 那他現在 他也是聚會長老 他就說 他就跟我 談一些事情 他說 他說你知道嗎 你是祭師喔 你是君尊的祭師 我心裡面想說 祭師關我什麼事 這不是會長老嗎 都是牧師的工作嗎 我是平信徒啊 因為我們長老會都是平信徒嘛 對不對 可是聖經裡面就是 我們是君尊的祭師 然後我想說 他說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走投無路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要開始起來為你的家庭禱告 然後你要讀聖經 讀完聖經 你或是上帝有給你亮光 你把他寫下來 寫下來之後 就交給你先生 他會成為他的幫助的 欸我就很聽話 我是祭師 我就開始為家裡禱告 拼了命我也要禱告 你知道台灣話有一句話 我不知道 可明兄 是不是叫 台灣話這句話 真的扎到我的心 你知道嗎 我們通常是 但是 手抓住神 夠了 但是呢 開著是攀住 手跟腳都要攀住 就好像那個樹藤一樣 攀住那個樹枝 緊緊的這樣 一圈又一圈的 這樣子抓住 所以台灣 那句話一直扎到我的心 就開著 那個信仰對我來講 就是這樣子的 很真實 後來呢 後來他就跟我說 他說就是你要為你的家庭守望禱告 我說好 我說沒有路了嘛 就這一條路 我說好 然後就禱告 然後交給他 他也不看啦 我就偶爾交給他 我也不是一個很天華的人 好 就偶爾交給他這樣 後來他就說 好那我們一起來禱告 然後他禱告之後 他說完全就跟我說 他說我有個感動 我想說 喔 沒有聽過什麼叫感動 他說 他說 你的先生喔 還會再辦 他就想說 我幾十萬 九十萬耶 他還會再辦 那我怎麼辦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想 是喔 那我想 啊 我說好 我說牧師 有沒有辦 有沒有一個 若是說 因為我心裡面 我是學商的嘛 他已經九十萬 都已經丟出來了對不對 他一定是不敢 不敢再多花錢嘛 所以我就心裡面量一量 量一量我自己的底線啦 自己的底線 因為四百多萬 再加一個 我說 我大概說二三十萬 我覺得就夠了 可是 若是知道說 那時候算五百萬好了 若是再三倍 對不起 我一定 我一定落跑 你知道他就跟我說 他說 他 他說 他還會再辦 我說 我說 那這樣 我說那牧師 我會跟你講一下 他會不會回教會 他說 他會回教會 我心裡面就大哭 我說 喔 主啊 好 如果我心裡面抓住那個二三十萬嘛 我想說 二三十萬我還可以 再忍一下 忍一下 我就可以過了吧 我說 好 我願意付這個代價 只要他願意回教會 我一定付這個代價嘛 那可明 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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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在 有一次中信念台 他寫了一句話 很讓我感動 他說 代價要怎麼去衡量 大小怎麼去衡量 沒有辦法衡量的 沒有辦法衡量說 我可以救一個人的靈魂 要花那麼多的錢 代價是沒有辦法衡量的 所以我就 那時候就也是滿傻的說 好 這個代價我願意付 可是你知道 然後後來竟然是一千五百多萬 我早知道 我 你整個人舉雙手投降 這是我的人的軟弱 而且若是好 這是一個 然後我就繼續 就是繼續 我就還是遵守 他告訴我的讀經 寶告 清精神 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 因為我們教會常常會請外國講員來 然後我想說外國講員來 然後他說 我會很會寶告 我說好 我教導 你知道我們人當遇到問題的時候 一定是說 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可以還完 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可以把事情解決 人就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 因為我還不是那個教會的會友 他就把外教會的人就說 來來 你們先 我心裡沒想說 好好先先先 他一定會好好告訴我說 你在某年某月 會把錢還完 後來我就進去了 他只告訴我一句話 他說 他說孩子 你在小事上非常的忠心 不要把大事 又大又難的是來指教 我想 小事上很忠心 肯定我了 對不對 我就 又開始很開心了 然後我就出去 不對 他沒有告訴我 前什麼時候可以還完 可是 沒有關係 後來我就 沒有再去找那個牧師 因為後來他就 對 他就沒有來了 可是你知道嗎 若是他當時 神透過他來告訴我 因為那時候是500嗎 然後 若是他告訴我說 接下來是15年以後 你們才完了完 然後金額是1500萬 我一定倒在地上讓他 給他看 真的我沒有辦法可以承受這麼多 對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句話 他說 因為後來還有就是 聖經裡面有講到他說 你們要尋求我 就必存活 你求告我 我就應允你 並將你所不知道的 又大又難的是來指示你 所以我就提到說 提會到說 上帝神所說的話 也是這麼的真實 對 那我也去經歷了 而且他的應許 真的是什麼 實在的 你知道那個實在什麼 是誠實 在哥林多厚樹 他那個地方就有提到 他是很真實的 好 就這樣子 然後 就這樣過 然後 然後有一段時間 我就一直參加特會 一直參加聚會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 渴到一個地步 乾到一個地步 我需要去抓住神 可是以前的教會 是沒有辦法滿足我的 所以我就參加很多的聚會 所以也被聖靈更新 就是聖靈有一些的更新 然後你知道嗎 我想說 聽這個牧師講 聽那個牧師講 他說每個早晨都是新的 我說真的 每個早晨都是新的 真的是有 可是那時候 我讀聖經沒有讀那麼透 所以後來有一次 我就讀聖經的東西 我發現 在耶利米埃哥第三章 那個地方就有說 每個早晨都是新的 他就這樣子對我說 而因他的憐憫 我們不至於消滅 是因者出於耶和華 諸般的慈愛 也因他的憐憫 不至斷絕 每個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我心裡說 耶和華是我的份 因此我要仰望他 我才發現 哇神啊 你的話語真的是句句 真的是帶有力量 所以我那時候 就一直抓住這個 每個早晨都是新的 你知道嗎 當一個人遇到困難的時候 睡覺是很痛苦的 睡著了就沒事 可是你知道嗎 眼睛一睜開來 又是痛苦 因為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該怎麼去解決事情 而後來我 因為我會有記錄的習慣 就像他剛剛說的 就是說我會記錄 譬如說花旗 那個五號要繳三萬 然後華南要繳多少錢 然後什麼台心啊 什麼物邦啊 反正就這些 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那我這個人也很笨 若是那時候有那種 會計師告訴我說 不要管他 就讓他擺爛或怎樣 就是當時都沒有人跟我講 我就這樣子默默 就幫他把他的信用弄得很好 然後呢 後來就 對 然後後來就是這樣 後來每天找 後來我就有做記錄 你知道嗎 當人不知道那種 危險有多大的時候 你其實是可以 就這樣慢慢的 很傻很傻 就慢慢走一步 可是等到我那一天 我想說清水來潮 我哪個是計算機 我來把它加一加好了 加完之後才發現 二十五萬 本金加利息 我一個月不到三萬塊 我怎麼還啊 啊我都不加還好 一加我整個人就 挫在那邊 我整個人就傻眼了 我說哇絕樹啊 我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講求誠實的人 所以我就去找朋友幫忙 欸我的朋友他們對我很好 那所以他的 我那個朋友就跟我 我就跟他講說 能不能請你們銀行借我一百萬 他說阿姨 阿你也沒有什麼信 你也沒什麼那個 阿你也沒房子 我說我還有房子 他說好 他說好 我說好 我幫你擔保 後來他拿把我的申請書拿到銀行去 他的老闆就跟他講說 我告訴你 你那個阿姨會騙你喔 你不要聽他的喔 他反過來說 阿姨他那個老闆說會騙我 阿你怎麼辦 我說我不會騙你的 你只要願意借我 我一定準時的每個月 每個該貪還的該多少我就會貪還 然後你知道嗎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些人會 就是有幫助我 然後我那個朋友 你知道後來那個朋友借我五六百萬 可是我一有錢我就馬上還他 一有錢馬上就還他 然後我歷息該算的 還照算歷息 當然在聖經裡面說 弟兄姊妹不能借貸 可是他那時候是基於愛心 他不願意看見我 從小姐的階段跟他交往 然後一直結婚到現在 然後帶孩子就這麼辛苦 然後又碰到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他就願意幫助我 所以那個姊妹成為我一個很好 他也跟我沒有沒親沒切的 他就是這樣願意幫助我 但是後來一有錢 他很那個喔 他 他你知道嗎 我記得有一次喔 我就說 欸阿你人家 因為我就騙他說 欸人家在跟我們要錢呢 你趕快把生上的錢拿來 他說哪有這是我的錢 我說那不是你的錢 他說那兩百萬是我的 我說誰告訴女士者 你叫他把他 喔他就開始跟我更翻臉 後來還好 我就慢慢路續 他有就趕快把兩百萬 就趕快翻他 後來為什麼直到 我為什麼會從二十五萬 那個整個人的緊繃到一個地步 到後面我比較可以鬆的一口氣 是因為那時候有個卡在協商 然後經管會負責 抓了接管這個之後 我馬上就把他的部分 拿到卡在協商去 所以我整個人就放鬆了 就比較鬆了一口氣 你知道嗎 聖經裡面就說 不要不可忘記神的恩惠 我們很容易就忘記 你知道嗎 我這樣緊緊的抓住神 抓著他不放 你知道我們辦公室這樣規定 你滿二十五年一定要退休 強制退休 那時候我就領了一百多萬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那時候就領了一百多萬 然後我的主管對我很好 他說其實這是你的最厚的 因為他們 其實我不太敢跟教會的人講 你知道 我現在不是說教會不好 有很多的教會 每個人都養尊處優 都不知道人間幾乎 所以他們也看我們很看不起 那有些時候他們還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真的很傷人 他說你看 放眼觀去 就一個小組 放眼觀去 我們每個人都是直視 你都是怎樣 我說 放眼觀去 就只有我沒有 每個人都是直視 我真的說真的 我遇到問題 我不會去跟教會的人說 有很多時候是 我們基督徒真的是要有一個反省 我們能不能像外方人那樣 為信主的他們那麼有愛心 可以有分辨的能力 去幫助我們的弟兄跟姐妹 而不是把他打在地上 然後讓他起不來 然後還要羞辱他 有很多為信主的人 他們比我們更好 他們扶持你 幫助你 他們不求回報 我覺得我們要活出 那種神的憐憫出來 神是動得慈心 然後生出憐憫 然後去看待 那個曾經傷害過他的那些人 所以為什麼有好的沙馬人的 那個故事出來 所以有些時候是 我真的不是說教會不好 我真的不是太 太 他們的身份太好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人間疾苦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牧者 所以我們現在去的這個 我不是說標榜這個好 跟標榜那個不好 我只說他們因為受到 從聖靈來的一個感動 他就會照顧這些弱勢的人 所以我們 其實我發生事情 我也不敢讓我們教會 知道有一天我們家 我們家孩子 我說哥哥弟弟 你帶弟弟去教會媽媽 因為要把房子處理掉 所以媽媽在家裡等 仲介公司來 然後我弟弟 兩個孩子就這樣 首先有去搭公車 就去教會 然後他們說媽媽咧 他們才講出來 所以他們那時候才知道說 哇我們家發生那麼大事情 可是 也沒人幫 那你說我辦公事呢 基督教機構 我也不敢講 也沒人幫 你知道曾經有過一次 我們同事就在 撲在內褲板 他說 哎呀 我的錢被那個金光檔騙走了 嗯 我是一邊想 旁邊的人 就是有需要你去幫忙的 你們都沒看見 那我不是笑他說 他被金光檔騙走 我只覺得有很多時候生 真的旁邊的人真的很需要幫助 我們伸出一個手抓住他 他就免於沉淪 他也免於失跌 這樣一點點就夠了 那曾經有過一次 早上的時候 我把小孩送去學校 然後就有人打電話給我說 齊琳阿 你要不要吃辣椒 我心裡想說 你這個時候打電話來問我要不要吃辣椒 我覺得你很奇怪 那後來呢 後來他就說 他就跟我講 我說我辣椒很好啊 辣椒 我就突然講 我辣椒可以加小魚乾 可以加一點點豆乾 然後炒一炒就很大盤了吧 我想 我說好 然後後來他就把電話掛掉 電話掛掉之後 我想 莫名其妙 後來我就去把家裡整一整 然後我就去上班 上班之後呢 然後就有 就他的媳婦就帶了中午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是 這個是沒有東西吃的 真的 你知道嗎 剛剛 而且我記得我在小的時候 聽過一個故事 他是預言故事 他是說 有一個孩子 他沒有便當可以吃 中午沒便當可以吃 每次老師都看不到他 中午吃飯的時候都看不到他 老師就來去找他 他在哪裡 後來就發現 後來就發現 在操場看到他 然後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會在這邊 他就說 因為我沒有便當可以吃 我就永遠記得 所以只要我們辦公室 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離開 我一定離開 我不會想要去吃這些東西 我一定離開 就這樣子 後來那個姊妹就 他就請他的媳婦 就帶了一盤很漂亮的 他幫你精心設計的 一個圓圓的 然後上面一個菜 一個飯 然後幫你擺的非常的好 你知道嗎 那時候上帝就安慰我 就安慰我 當然我當然前面在家 他說你要吃辣椒 我覺得你很奇怪 只是會有一種東西 調侃自己說 怎麼會這個時候這樣子 然後弟兄姊妹 那時候我們有小組 他們也會買便當 多一點便當 然後就會告訴我 我說給你 就是吃一吃 然後完了之後 就剩下的 欸 秦姊姊你帶回家 我就很開心 把他兩三個便當 帶回家 就帶回家 你知道嗎 我就這樣帶領我們的孩子 就是餵我的孩子 有一天我老二就跟我講說 媽媽你不要再給我帶那個便當 我說為什麼 恩典便當很好耶 他說媽媽 裡面都是酸的 我說主啊 怎麼會是酸的呢 酸掉了 後來原來是 我說不可能啊 媽媽吃的時候 什麼很好啊 他說媽媽你 後來我真的帶回 那天我就 他這樣跟我講完之後 我就把它打開來看 回到家 就打開來聞 真的是酸 為什麼 便當吸掉了耶 就是這樣燜住了 菜跟飯都燜在一起的時候 會酸掉 嗯 後來我就知道了 你知道一回家 我就趕快把菜都弄掉 然後把飯弄掉 就是把它分類 然後我自己再炒個新鮮的青菜 然後就讓他變大 我們家兩個兒子都大概快180 你說是我養的嗎 我沒有那個能力可以養他的 都是上帝養的 所以他沒有讓我們不至於消滅 是出於他出發的死案 所以我今天能夠 然後對想到那個 我後來拿了那個 那個一百多萬的退出金 我們老闆就跟我說 你這是你的最後的本 你一定要把它搶起來 不要讓你老公知道 我心裡沒想說 對齁 不要讓我老公知道 可是你知道那時候 是一個月25萬 我怎麼辦 所以呢我就 後來突然間 我就想到 突然間領悟到一件事情說 我總不能把錢蓋起來 然後就跟上帝說 上帝你看 我沒有錢啊 請你 要共萬有來為我效力 給我錢 不可能的嗎 但是說謊啊 所以我就那時候 你知道嗎 人真的是 忘恩負義到一個地步 我剛剛有請到 我的信仰就是 一直緊緊抓住神 我不敢施手 我不敢施腳 可是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 我那個老大的個性 要出來了 我不去教會 你知道我背地到這種地步 當我有求於神的時候 我是緊緊抓住他 台灣話 在他的面前 可是等到我 又一百多萬了 我以為那個錢花不完 一百多萬了 我就 我以前去到教會 參加禱告會 我一定是哭 因為我知道爸爸在那邊等我 我一直跟他哭訴 一直跟他哭訴 然後 可是等到我一有錢之後 我就不去參加禱告會 完全不去了 我覺得那時候 哇 自己很了不起 可是你知道總想說 一百多萬嗎 算一百二十五萬 你才幾個月 五個月就花完了 我那時候就這樣 不得不 又再乖乖地回去 再抓住神 所以你看 我就想我的信仰是這樣的 覺得自己已經很了不起了 我還是忘恩福利 所以不可忘記神的恩惠 真的不可忘記神的恩惠 時時刻刻去紀念神的恩惠 然後他裡面有提到說 我在小事上很忠心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守十一 曾經有過一次 我去參加一次的聚會 我一定先把錢分出來 可是我不知道那時候 分出來要做什麼 我是覺得 我這個神就是 這個錢就是歸給神的 只要有一次參加一次特會 我的突然間認識的一個姊妹 就從前面跑出來 就從前面跑到後面 從前面跑到後面 我說到後面 他就突然間就喊了 大喊了一句話 他說 他就說 他就說 還好我有守十一奉獻 要不然的話 我不知道怎麼辦 突然就會想說 守十一奉獻 這麼的重要 我才知道 是這麼的重要 因為有些時候是 你不知道你為什麼要守 雖然它有點像律法 現在也有很多人都說 在新約根本不用守 這是舊約的東西 可是有些時候 這是我們對神的一個感恩 我們先分別為聖 把它變成是一個感恩 這是一個獻祭 你把它獻給神 分別為聖之後 你看神怎麼幫我們做事 為我們 調動萬有 來開始為我們的效力 對 然後我就開始 在這些的小事情上面 就是默默地做 教會的事情 我也默默地做 辦公事情 我就是默默地做 我不會去跟人家搶些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從小事上慢慢地做 做做做做做 對 就是這樣 後來呢 後來我就發現到後面的一個結果 是這樣的 就是說 當我們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想說 主啊 你先幫我改變環境 我再來讚美你 可是上帝不是要我們這樣 我們先讚美 你知道嗎 當我看過一本書 叫做讚美的大能 他裡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 他提到一件事情說 他的孩子 他的女兒 因為他們是外國人 他們的女兒是在 就是跳舞的 跳舞的 有點像跳舞的女 然後他的爸爸媽媽就 希望他孩子可以回來 可是他的女兒就是整個在外面 就是不對勁 後來他們就聽到說 好我們就為了我們的女兒 有這樣的脫序的行為 我們來向神獻上感恩 我們不可能的 我們一定是先罵他 主要你看看我的女兒 怎麼那麼不聽話 他為什麼一定是這樣的 我們一定是先罵的 可是後來他們一聽到一個講員講的 他說 你們為現在的環境 現在的事情 你們先感謝神 所以為現在的事情 不是為現在的事情 向神獻上感謝 就是發出讚美 你知道我看完那個之後 他就只有前面短短而已 我就看完那個之後 我的孩子他還是會玩電動 獻上遊戲 然後你知道 因為一個叛逆期 他就在家裡面玩電動 那天早上我看完那本書 我就回到家 一看他在玩電動玩具 我就覺得 就很想罵他 我就說 爹爹趕快去洗澡 他說 媽你很煩耶 然後就不要這樣 媽你很煩 然後我就好像 有點那個 然後我想說 很煩很煩 然後你不要吵我 我說好不吵你 那我就默默的 就把他的房間門關起來 那我就突然就想 我今天怎麼有看那本書 我來向神獻上打告 我來向神獻上讚美 我就到我的房間去 我才跪下來 我沒有跪 我坐下來的時候 我才說 主啊謝謝你 我跪著我們家的弟弟 可以在家裡玩線上遊戲 向你線上感謝 突然間 他的房間的門打開了 然後洗手間的門也打開了 然後就有水的聲音 我說主啊太快了吧 你動作也未免太快了吧 我只是說主啊謝謝你 讓他在家裡玩電動 就這樣一句話 他就去洗澡了 所以有些時候是 我們常常跟神交換條件 主你幫我完成這個 我才要去做這個 所以有些時候是 我們向神獻上 那個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說主謝謝你 先發出讚美 然後就看見神會 整個環境一定會改變的 所以我也就是透過這種讚美的大能 要不然的話很多時候是負面的思想會一直過來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要說主我謝謝你 因為你為了這樣一個環境 當然我也說主啊謝謝你 這樣的一個人 就是我們就是用正面的 正面的一個方式去看待自己 而不是說這個人怎麼那個 這很煩不是這樣子 就是你要用正面的方式去改變整個所有的 所以有些時候不要說主你幫助我怎麼樣 然後也不要操縱上帝說 你把這個挪走我才要做什麼 然後你改變環境 其實有些時候是 當你去不是求主改變環境 是接受 當你去接受的時候也是贊同這些事情的發生 是上帝在我生命當中的計畫之一 你接受就是你贊同 然後讚美是一種信心的生活的一種呈現 因為當你讚美的時候 你看看 當你你可以晚上回去你可以試試看 當你一直讚美的時候 你整個心裡面 那個沉睡的靈 那個憂傷的靈 會慢慢的會 就不見了 那個心會一直上揚 一直上揚起來 對然後就是會這樣 然後神也把那個不可能的變為可能 你看我說我先生會改變 很多人都說不可能你先生會改變 但是在聖經裡面講到什麼 他說在人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神凡事都有可能 他的改變很多人都掉了眼睛 都說不可能 可是他改變 然後他現在也會做PPT 因為他沒有學過 可是他就會做PPT 因為他現在在幫 有一個牧者他已經出了很多書了 然後裡面很多的PPT都是他做的 然後他我們現在牧師的 他的PPT也大部分都他做的 當他做到一個地步 好像覺得沒有辦法做下去的時候 聖靈會提醒他說 你去哪裡找資料 你先讓你的心靜下來 所以聖靈的工作是真的很重要 他會讓我們為罪為義 自己責備自己 那很多時候是也有一種造就安慰勸言 他會來幫助我們的 對所以我們的一生就是靠著神 這樣子走過來的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那之前那個 齊靈有跟我講過 如果他的見證要完整的話 要一個多小時以上 那事實上也沒辦法說到完整 因為怎樣 這個經歷那麼多的一個為難 那我今天看到那個 我們的邵哥 這個是門臉很不一樣 剛剛我們開始一講 一個人有沒有生命 看得出來 反過來說 一個人如果很怎樣 也看得出來 我是沒有看到 那個邵哥 他那種 那個欺民了解 一種名 沒有 但是我可以想像 一個人落在犯罪 落在罪裡面 真的那種也像是非常 兇神惡殺的 那感謝主 讓我們真的是 兩個世界 在爭戰 我們怎樣 藉著 藉著你們生命的改變 幫助更多的人 那給我們 剛剛不是只有分享 是教導 不是說神啊 你要怎樣 我才怎樣 那我們真的是 藉著這樣的分享 提醒我們每一個人 不要遇見識貪 以免落入這些兇惡的環境 我們感謝讚美組 用掌聲 謝謝你們 也同樣 我告訴你 他裡面 在那個 以賽亞書那個地方 有提到一句話 他說 信靠的人 必不著急 信靠的人 信靠的人 必不著急 那反過來呢 當我們一著急的時候 就不信靠了 在以賽亞書那邊 那個句話